所以我們期待在促轉條例通過之後 大家能夠來多元的對話 共同的了解過去這一段歷史 並且把人權的價值重新建立成民主社會共同的基礎 所以它不應該簡化成政治對立或挑起對立 或者是改名這樣的工作 來宣布希望來思考推動中文紀念堂轉型 我們也有提出希望說以修法的方式來進行 這就是一個民主程序 用民主體制來回應威權統治時期 這段人權受害的歷史 那我們也已經宣示從社會房子做起 那麼這兩個禮拜以來 其實已經有年輕的審議民主工作者 那麼用願景工作坊的方式 讓多元的觀點能夠互相傾聽的了解 那我想第一步是大家把想法講出來 把價值觀的差異能夠彼此有機會來了解 那麼最重要是站在過去這段真實的歷史的基礎上 來討論來對話 我想已經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開始 那我們希望從社會討論做起 那麼等社會討論有一段有一定的共識之後 我們會提出草案 那麼我們的草案屆時也會送給行政院跟處短會來審查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